接下來的重點叫做台灣的天氣 要講台灣 第一個介紹的就是台灣 因為台灣位在這裡 我們的西邊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陸地叫做亞洲大陸 我們的東邊有個全世界大海洋叫做派米亞 卡在中間 然後我們的裝 剛剛卡在直直的站在這裡 這些因素綜合其他兩個器材 這些金素綜合起來 造成了台灣種種的天氣氣候的變化 第一件事情台灣是屬於季風的 季風就是會隨季節轉變的風 叫做季風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季風 但是台灣正好就是有 所以你們以前學過台灣什麼季風什麼季風 就是有 季風的形成原因 跟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吹風原因差不多 只是時間跟空間的尺度差很多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吹風影響範圍幾公里 十幾公里 變化一天 季風可以長達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好幾個月 範圍上千公里 但是行程原因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海陸的溫度狀況 冬天的時候陸地冷 冷空氣密度大 所以向外面吹 所以冬天的時候風從陸地吹向海洋 然後下一個倒過來 陸地容易上升上去 然後空氣從海洋補到陸地上來 反過來 反過來 所以夏天的時候 亞洲大陸很熱熱通氣上升 風就從印度洋這邊往吹過去 所以這個亞洲到那邊就有吹過去 那就會形成所謂的西南季風 西南季風 OK 那這個西南季風因為從海上吹過來 所以比較潮濕 潮濕撞到陸地上來之後 經常就帶來很多連續性的降雨 風退的雨量 這邊寫著印度中南半島 這個你們在地理上有教過 在教印度半島 他們那些雨季下也就跟那有關係 那你們在地理的時候學過這件事情 OK 好 看圖 比如 亞洲大陸這兩個低壓 風從印度洋補過去 北半球要逆時中轉 所以看它變成西南風 這樣變成西南風 吹過來 吹過來 所以台灣夏天吹 西南季風就這樣來的 所以我跟你講過 東邊吹東南西邊吹 西南 西邊的西南是從印度洋這邊有關係來的 然後就是這個風場 風向 看就算了 好 那夏天就會 高溫 炎熱 潮濕 多雨 然後我們講過為什麼會高溫炎熱 原因一 全島都是溫暖的海流 原因二 太平洋高壓 然後呢 太陽曬很羞 就有旺盛的對流 旺盛的對流 會下雷陣雨 所以我們台灣夏天經常有 午後雷陣雨 因為它有雞狀雲 這個我們前面交過 因為風從海上吹過來 帶來很多的水氣 地形抬升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旺盛對流 我們前面交過的事情 台灣夏天的氣候 然後 到了冬天就反過來 陸地比較冷 氣壓大就吹出來 高壓吹出來 然後順中旋轉 轉到台灣這一邊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東北季風 前面看過圖嘛對不對 我們前面看過這張圖 就變成東北風 所以台灣夏天吹的是 東北風 台灣夏天吹東北風 這個東北風吹過來 東北風的季節大概從每年的十月 到第二年的四月 是東北風的季節 這也是澎湖的觀光淡季 因為大家到澎湖玩 希望能夠坐船出海 到無人島 到離島去走走 東北風盛行的時候 不適合出海 所以是觀光淡季 到過來四月到九月那個時候 是觀光的旺季 大家上進 OK 然後這樣吹過來 但是 然後吹過來 都北部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抬升而多雨 可是南部吹不到 吹過來 南部吹不到 被擋住 就直到這裡為止 所以 北部東北部地形而多雨 而南部會怎麼樣 乾旱 地理上交過的台灣南部 冬天是所謂的乾季 這個交界帶大概在大安溪口 三億火焰山附近 所以你冬天開高速公路 中山高公路上三億爬坡道的時候 經常在上去跟下來 兩邊是完全不一樣的天氣 上來之前 陰雨 下來之後天晴 因為東北季風到此結束 影響到此為止 OK 就是 跟各位講 台灣吹了季風的行程的原因 一些狀況 然後基本上你們地理上 就已經有念過了 地科只是再把它再講一遍而已 OK